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看到这个板子就知道应该是从国外进口的板子 这个板子 至少是这个板子 这个是有人称为老鼠尾 老鼠尾就它是这样子长长的 这一类形态的有蛮多兰花的 像是某一些的 这个是拟蝴蝶兰系列 拟蝴蝶兰系列 那这个拟蝴蝶兰系列呢有非常多种颜色 我们最常看到应该是加里曼丹那个颜色 可以长很大哦 那这个已经大小已经到的开花珠的程度 虽然很小 但是应该已经可以开花了 那这个是这一次之前去台中花式的时候买回来的 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它这个透气性非常的好 这个这种形态的塑胶板应该是泰国进来的 就是它透气性非常的优良 那所以呢 但是它的根部就串到后面去 这是它缺点 来种 我觉得来种一些像是蜘蛛兰系列 其实是非常好种的 好 那这个是拟蝴蝶兰 拟蝴蝶兰的原产地应该是在婆罗洲 那这一类型的就是它有那种长长的枝条 所以很像老鼠的尾巴 所以俗称被叫老鼠尾 那最常见的就是棕色的那一棵 加里曼丹系列 那这一棵应该是粉色系列的那一棵 就不太同棵 现在表示有人做小苗长到大了 这个其实小苗期 幼苗期要很久哦 所以它幼苗期还蛮长的 所以种植的时间又要花蛮多的时间 所以它幼苗期没有那么的短 它幼苗期是有点点长 那所以这一类型的兰花呢 其实买开花株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要种蛮久的时间 有时候你从小苗种到大 可能要种好几年的时间 而且它播种也不是这么的快 所以其实它是属于慢涨的品种 所以你在种这种品种的时候 通常我通常就直接建议你买 直接买小苗 或者是直接买橙株 会比较好一些啦 比较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 那你看这是两棵种在一起 左边跟右边各是一棵 这两棵是种在一起的 那它这个如果你 你用这个板子要特别的注意 假设你这里的环境通风 不是这么的好的话 就是它的水的保留性比较强的话 你可以水草用少一点 像这个水草这么少 会有可能出现几个状况 一个就是如果你太通风 你的阳台的水分太少 它就会太干 所以呢 这个你可能要自己看看 测试看看你这边的环境状况 是怎么样的 如果太干的话呢 它就有可能造成 就会造成它的湿水太多啦 所以呢 这一类型的板子系列呢 有优点有缺点 优点就是非常的通风 超级通风 基本上这个通风性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它可能会因为水太多而死亡 但是也就是因为太通风了 所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就是水分太容易飘散了 那反而太干 太干也麻烦 太湿也麻烦 这就是兰花的状况 其实兰花系列或者是植物系列 都通常蛮怕水分太多的 有些兰花或者是有些植物 它水太多浸在里头 它就会产生死亡的现象 那当然兰花也不意外啦 它如果你水太多的话 造成它整体它的湿度太高 这个如果你有遇到空气都没有问题 你看这个根系其实还OK 有空气都没问题 那但是如果你没有 你种在盆子里头 它里头是艳养的状态下就会出问题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呢 喜欢日照 所以你其实要有日照 要有水气 这两个是最麻烦的 两个要合在一起 所以它需要有水气 要有日照的环境 这个就是比较 对这种兰花是比较头痛的 以前我这里没有水雾基的时候 它不太长 就我之前有一颗 放在我的顶楼这边 然后晒太阳 它不太长 就是你发现它长的速度 非常非常非常缓慢 几乎停滞 那时候拉到我朋友的原子以后 它就疯狂的成长 所以呢 后来就知道说 这一类型的兰花应该是要水气的 所以呢 现在我打算还是把它丢在水雾基旁边 晒太阳 可能的状况就会好 非常非常的多 表示它需要空气中的湿度 这个可能对它来讲是 比较重要的状态 就是空气中的湿度的环境 所以呢 如果你在种这一类型的兰花的时候 记得要有光线 光线反而我觉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环境状态 如果你的光线不足的话 它可能成长的速度或是状态 就会慢上许多 那你可以看它的大小 它大小可以长到一公尺以上 一到两公尺 一公尺左右 非常非常长 那它长得很慢 你看哦 它这个叶子 看起来好像很快 它这个叶子可以长一年 就一根 一根这样 可以长个半年 一年 非常非常长 有点像是我们在 加德利亚来在长结晶一样 一个结晶可以长一年的概念 所以它的速度其实不是很快 非常 我觉得还算有点慢的程度 还不是快 也是有点慢的程度 那也就是这样呢 它的成长的速度 那外面的这一种兰花 大型的非常的贵 就是如果你小苗 价格蛮便宜的 可能几百块就买得到了 但是大型的价格就会很高 主要原因就是 它的成长速度很慢 特别是小苗的状态 这个成长速度 真的是一个缓慢的进度 也就是这样呢 它的成体的价格就会比较高 因为它要花时间去成长 花时间去长 才长得出来到那么大的程度 所以你会发现在比赛场 在国际篮展或是篮展的比赛 它常常会出现 那只要大又是开花的程度 然后基本上都会得奖 这也是因为它的时间 要花费的时间很长 那也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下呢 在比赛的场合 它才容易得奖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把它中到很大很大的颗 然后会开花 你可以拿去比赛看看 基本上还蛮容易得奖 而且特别是这几年 我常常看到这个老鼠尾系列得奖 就表示它真的是需要时间去照顾 才有可能会长到这么的长 这么的大 这也是这种兰花的特色之一 所以其实在这种兰花系列呢 如果你想要让它长得很漂亮 第一个就是要光线 第二个就是要水气 这两个合在一起才比较有机会 如果你没有这两个条件环境的状况下 可能你要考虑这种兰花 是不是适合你的环境 有时候我们在种某些兰花的时候 会尝试一下它的环境状况怎么样 在我这边种的好不好 如果有些是种的还不错的 就可以继续挑战 但有些可能会种死的 那你可能就要思考看看 它是不是符合你这里的环境 因为我每个人的环境都不太一样 像我这里的环境 风比较大 通风性比较够 所以环境就跟人家不太一样 那有些呢 阳台是非常的干的 那湿度就没有 那你可能就要创造某一些湿度的环境 给它或者是日照 那像有些呢 阳台它的日照可能没有那么足 对加德利亚兰系列或石湖兰系列 或者是这种系列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合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环境去做决定 这个是最主要的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这个就叫做老鼠尾巴 非常非常长的尾巴 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